在古人的思想中 万事皆以礼为尊 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婚丧嫁娶 都要遵守无礼中的规制 即兄皆尊此礼 相对于其他礼俗而言 兄礼或是葬礼仪式更为庄重 古人对誓死如是生极为在意 所以在活着的时候就会建造牧种 可以说从商周时期开始 一直到现代这种习俗都未曾衰败 古墓作为一种具有研究价值的活化石 已经成为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习俗 以及古人生活习惯的重要契机 不同朝代时期出土的古墓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按照古代丧葬习俗来看 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 在死后都会有一块栖身之地 只不过墓地规模大小 陪葬器武多寡 以及珍贵程度上有所区别 可见很多人幻想着 藏着数不尽的金银财宝绝非虚言 正因为这样各个朝代 才都会出现贱目得光的盗墓贼 尤其是三国两靖南北朝时期 相传魏王曹操为了筹集军赏 不惜建立一支非常专业的盗墓军队 并美名其约地将其称为摩金校尉 今天要说的这个将军墓 就是曹魏时期的张瞻墓 第一 曹魏时期的将军张瞻 三国时期群雄逐鹿 战火纷飞 为了能够一统天下 可谓打得你死我活 在这个过程中 不仅出现了很多 谭孝间强弩灰飞烟灭的智囊团 而且也有很多 真刀真枪上阵杀敌的将领 但是能够轻视流明的人 却寥寥无几 虽然说将军直截沙场 魏国死 何须马阁果施还 但是谁不想拥财史册呢 据史料记载 三国曹魏时期 由于为名叫张瞻的将军 他并非因为战功赫赫而标秉史册 而是因为有一段 匪夷所思的墓志明 而被后人金金乐斗 关于曹魏时期的将军张瞻 在魏晋南北朝 立道元张瞻墓中 曾有过一段三百字左右的记载 并且还是在提到 汉太魏常使义人张明卑时 才了了数字的对张瞻墓 进行了简短的介绍 第二 汉太魏张明卑之兮 张瞻将军墓 卑贴云 湯水又进冠军县故城东 县 本阳县之卢阳乡 晚之灵陶聚 汉武帝已获取并攻 冠出军 故立冠军县以封之 水溪有汉太魏常使义人 张明卑 卑之兮 有魏征南军司 张瞻墓 墓有卑 卑被勘云 白丘之官 一宿之赏 铜铁不入 单气不藏 皆已厚人 信物我伤 从这段话中可以得知 张瞻墓位于 本阳县之 卢阳 相湍水溪 从张瞻 背贴中的文字描述来看 写的是自己棺材 是用廉价的白丘墓打造 棺谷内部都是一些 容易腐朽的破衣烂山 简而言之 将军向盗墓贼哭穷 我的墓很穷 你们就别来了 既没有铜铁之类的器物 更没有名贵的书画和金银财宝 相信很多人看到这段碑文的时候 都会认为张瞻一定是一个怪人 因为虽然没有人希望自己的目的被盗 但是也用不着如此的直白的哭穷啊 并且通过这种 静似于哀求的语气 去恳求大家不要去挖墓 简直让人啼笑皆非 虽然这种手段类似于儿戏 但是令人想不到了时 张瞻这段言辞恳切的墓指名 竟然起到了作用 在其死后 长达百年的时间里 居然没有盗墓贼光顾他的陵墓 水晶住宰 自后古坟旧种 莫不移毁 而是墓至原家初上不见发 直到元朝时期 即六年大水 蛮鸡十倍发掘 也就是说 当地发大水了 村民们因为闹饥荒 才想到挖坟掘墓 于是保存了近百年的张瞻墓 才被盗挖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了时 张瞻竟然虚设白秋之言 空腹黄金之石 随意故南山 宁同寿乎 后有盗墓者曾言 初开 竟迎铜铁锡之起 朱漆雕刻之势烂然 由于朱漆官 官前垂竹连 营以金钉 木不甚高 而内极宽大 原来盗墓贼被骗了 这些极竟奢华的宝物 被席卷一空 为了泄愤 很多的盗墓贼 竟然破坏了墓地 而且还将墓碑砸碎 逼者认为 张瞻不愧是一个领兵打仗的将领 正所谓兵者鬼道也 他竟然将兵法运用到的 自己的墓种上 真不愧是一个出色的将领 但遗憾的是 这种方法 防君子不防小人 在将近两百年之后 还是被流名所破 誓死如是生 一直是古人的丧葬理念 但凡家境不至于贫寒的人 在死后墓种之中 都会放入陪葬品 只不过陪葬品的数量 贵重程度不同而已 而张瞻 作为曹魏时期的将军 并且设目的于冠君侯之策 又岂能穷葬呢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为了清理子墓 专家竟下令打包主墓室 光搬家费都花了一百万 我们为什么说 汉代的墓葬一般是十世九空 因为汉代是流行后葬 为此墓葬中的宝贝 自然是放置了无数 据悉 汉墓中的宝贝 起码占据了汉代的三分之一 为此 这也是盗墓贼为何如此喜欢 偷盗汉墓的原因了 而这些年 我们考古队发现的汉代墓葬 确实几乎都是遭过盗窃的 没有被盗的汉墓真的是少得可怜呢 但是纵使如此 考古队还是在这些被盗的汉墓中 找到了大量的文物 而且珍贵程度令人惊讶 本文中要介绍的这座西汉大墓 可以说算得上是一座规格非常高的墓葬 但是没想到的是 这座汉墓却几乎没有存在被盗的痕迹 这对考古队来说 无疑是让人难以置信的 而且当时为了更好地清理这座墓葬 考古专家竟然下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命令 那就是将整座竹墓室给打包带回实验室 要知道这座竹墓室的重量超过16吨 为了进行打包 花费的搬亲费都有100万了 大家应该知道 位于河南洛阳西宫区的那座 西汉空心砖券大墓吧 那是在2018年的时候被发掘出来的 当时这座西宫汉代大墓被发现之后 同样是震惊了考古界 毕竟这可是身处洛阳的墓葬 但是考古专家起初也是认为 这座汉墓肯定被倒的几率是很大的 可是没想到在初步的勘测之后 发现西宫汉代大墓的主墓是完整无损 而且几个尔氏也是安然无恙的 这个消息无疑是大大的鼓舞了考古队的士气 随后自然是开始进行了考古发掘行动 但是由于这座西宫汉代大墓处于洛阳的闹市 再加上旁边有住宅 此外也有许多的记者围堵 所以经过慎重的考虑 考古专家们下令 将这座西宫汉代大墓的主墓室给全部打包了 然后搬清到实验室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和保护 这样的话避免中途出现意外的事情 可是这座主墓室的重量达到了16吨 如此巨大的工程量确实是耗费心思的 前期需要对主墓室进行绘图和测量 此外为了日后能够复原出主墓室 考古队还必须在打包主墓室之前 对所有的空心砖进行保存编码 说实话 真的为了顺利打包主墓室 可以说是绞尽脑汁 谁让主墓室确实是太过于庞大了呢 而且关键是还不能破坏 否则的话就是任务失败 到时候谁也承担不了责任的 主墓室先要铺上棉布 这样就可以进行安装木板和钢板 此外对于一些缝隙的处理也很重要 只有这样才能完全确保主墓室不受到任何的破坏 最后对于主墓室的清理结果还是极其的可喜可贺的 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陪葬品 像什么玉片 玉壁 玉蝉 龙形玉佩等玉器 还有发现稀奇古怪的神仙水等文物 反正一百万的搬金费是肯定赚回来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